你 里面有真理在上帝的眼中也没有谁记得 欢迎回来到的traveler做所过客的频道 我是Anson 今天的这个节目会比较有一些特别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在拍摄的时间 是凌晨三点马来西亚时间 有点心血来潮 我觉得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去拍这个影片了 so来give some real talk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 要拍这个影片的想法是 几乎每天晚上吧 我个人都一直会去想说 接下来不管是traveler也好 或者是我其他背后的量化公司也好 这些都是会进入一个 半夜的时候都是进入这个思考时间最好的时刻 那么就想到traveler的接下来的发展的时候 那么就也去回顾了之前的这些影片 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拍了接近700支影片 这个频道也应该有差不多两岁 还是三岁 我给就也走到这个时刻了 那么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就是2023年 其实我想要带大家就是走入量化交易的这个世界 所以我在拍了矿确性 然后也有邀了其他就是 然后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你也会发现到这个频道以前的话都是由我为主导 OK就是我几乎是刚刚开始拍片的时候都是周一到周五日更完全没停过只有半个礼拜休息 几乎就可以看到以前就单独是我的脸而已 就是差不多一年前 那么过后差不多六个月前吧 慢慢慢慢的你发现到我就是开始就是比较少拍的 OK或者是就是开始有其他人的面孔出现在这个频道上面 那么大家如果都熟悉我的话基本上也懂几个原因啊 除了就是我自己比较忙以外 OK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不是说的traveler不重要 只是为了要成就的traveler接下来的一些发展 我需要 摆脱萤幕前 我需要踏下来 我需要需要后台 我需要去到幕后 去build更多一些infrastructure 一些生态上的东西来去让 的traveler更加完整 所以的traveler他算是我第1个 在币圈里面真正有做东西 因为before做这个youtube的时候我就做trading嘛 那么本来拍着youtube的想法只是当初是为了回答 带一些朋友的一些疑问 那么啊 trading是什么什么开档关档就开始拍的影片 那么就陆陆续续把它发展的越来越大 然后经营开始自己经营自己的社群 那么 为什么会塌下来就是啊 除了忙之外 然后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也是今天的一个real talk的一个主题就是 我自己有一个算是一个缺点吧就是 我不能够去 讲 一些我自己不相信的事情 我会讲的很cake 讲的很卡 那么 不是所以以前 好像0 to 1也好 或者是 以前讲过东西就不算数 不是的 以前讲的东西他还是算数 以前我们 以前我一开始最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是 我是做就是 算做5分钟 甚至1分钟 我都有做过 那么 我们因为是一个trader 我在loose 很算也是一直在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在自我反省 怎么去做更好 或者是说 怎么是做到 更属于自己 适合的一种交易风格或者是交易的一个生活 因为如果你看回我以前比较早期的影片的话 其实我非常强调 个人的性格跟个人的一个 生活习惯 跟自己的性格 产生的这个交易上的一个 风格是完全的 个人的一件事情 ok在minset sharing 我已经讲过很多 因为基本上我以前在讲 日更的时候我都会再加在一些minset sharing 而且minset sharing都是切切实实 都是我 每一个司机 每一个时期的一个 最真实的一个自我反省 所以你会发现到就是 在过程当中 会慢慢的 会有一些调整 那么其实我用过最长的一个时间 而且是用的最好用的也就在只有图案的时候 我觉得最适合大家去用的一个 一套策略 那么 当然 你有时候你需要 怎么说就是你要 配合去市场 当市场有更多机会说你会偏向更短线 但是这种都属于个人这个就已经进到个人的那个领域了 什么叫做个人的领域跟 就是比较general领域 general领域就是concept concept的只有图案那个是work的 但是 为什么我说 该怎么表达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 开始 就是美派里面除了盲之外 因为盲量化 因为在那个 中 期间 其实我已经在成立了自己的量化公司 那么我也说过量化公司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看方向 他做non-directional trade 他做arbitrage 也好 或者是他是做 就是 提供流动性也好 来去 赚这种 我们说 非市场波动的钱 所以 当我 export到这个板块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那个时间点 当我开始慢慢慢慢 越来越少 讲日更 或者是 我 在做这种方向性交易的 那个资本 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就是开始 我已经 可以说不相信吗 不算不相信 只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已经 已经不是我要的一个 他会赚钱 的确之前你可以看过过去的记录 不管是519 还是519过后的大涨 然后过后再接下来的 从从6万8掉下来的就 种种种种你们可以看回去之前的 好像519 包括你 从6万8掉回到 3万的 就是 那整个 棒变得吗 那整个reli 都有抓到 所以他还是有用的那个东西 但是 为什么我不想要再走这样的方式 是因为 他是directional 他directional的话 他就会有 很比较大的一个drawdown 而且这个drawdown 是你没有办法去 量化的一个东西 他虽然你讲可以wallet management 你最多亏10% 20% 但是因为那个周期 相对长一点 因为这是我策略上的编排 因为我想说了 一个 一个 reli的高点跟低点 他就只有一次 也就是说 相对来说 你的概率要抓到高跟低点是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会 开始偏向走分批啊 或者是开始走 啊就分批啊 用分批来去 提高自己 这张position 能够存活下来 前提下 然后当他反转的时候 你能够赚到钱 OK这个是 那个理念啊 所以但是他的一个缺点 就是 也不是也不在缺点 就是他的 代价就是他需要 更长的周期 如果你follow我这 2022年的话 基本上我开的单 也不超过10张单 OK 那么当然有赚 OK也 翻了差不多 2点多倍吧 OK 2点多倍 就是差不多赚了 差不多 差不多赚了 也有2.3个 Million的这个美金 OK2.3个 Million的美金 当然 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有拍片的关系 然后 种种原因 他会比较 更stress一点 我需要顾虑的东西 会更多 所以其实 渐渐渐渐的 我当我 explore到量化 这个板块的时候 第一 我很清楚 到我的进场点 跟出场点 跟我的风险 还有我的shop ratio 当shop ratio 就是直接告诉你说 你到底用多少 风险来去赚你的那个回酬 他不像就是我们主观交易 他会就是 有很多不确定性 尤其是如果我们做这种 想要提高成功率 然后 也比较适合小白这种 比较中长期的这种交易的话 对他会赚钱 他 他拉长的时候 他有趋势的时候 他非常的赚钱 但是在盘整行情的时候 你就要需要 更多的耐心 但是有时候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时间到了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 创造盈利 创造营收 创造绩效 OK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 在经营犯 OK 经营犯的话 他就是 你的钱是有时间成本的 而且你的钱也不是说 你之前赚的钱是 上一batch的钱 把新 一batch的钱进来的时候 他 如果你没有创造任何 几效 就是零八千的收益 所以等等等等等等 才开始 就是 测试到量化这个板块 当我看了量化这个板块 其实当你 拆解这个市场 拆解的越深 越透之后 其实 很多这种现象 现象式的这种 进场方式或者是策略也都好 你会开始就是 不能说他没有用 但是他是一个解释不来的东西 因为现象 现象不代表原因 OK你能够解释一个现象 但是你不能不代表说你解释那个 那一套东西是他具体的原因 就好像correlation 也是一样 不能都直接代表 他跟 A跟B的这个有相关联 你不能直接说 A 就是导致B的一个原因 可能 A 之间 之前 还有一个factor影响到A 才影响到B So 我不要讲的太绕 我也不要讲的太笼 其实要告诉大家 就是 为什么频道会有这个转变 OK 啊 我也很清楚知道 大家也更喜欢看日更 也看 有看到很多人在敲 就是我要 我去讲更多日更 但是我的一个反馈就是说 我可以做 但是 我会觉得 不authentic OK就是因为我 因为既然我已经没有那么看中 所为的technical analysis之后 我当然定盘的时间也更少 OK我看更多的数据模型 怎么去建立量化系统 怎么去优化他等等等等 所以我才 想要带大家 因为也有traded到的原因 现在cybertrade也出来了 然后如果我们去traveller的网站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cybertrade也出来了 这个也是我想带大家就是 跟着我一起成长吗 可能有我发现到很多人可能中间中会落下 因为 建中也的确忙 建立这些 一切这些生态的东西 来给大家去用 因为 我相信每个trader的一个journey 就是你 交易了你懂有一个赢钱的策略 但是你如果你每一次都是看mscd 惊叉 然后rsi 破气时 然后要做空 他就是一个机械式的操作 为什么不怕 量化 OK 那么 如果能够量化的话 为什么还要 夹杂着人类的一个情绪 导致自己可能最后亏钱 OK 因为人有什么loss aversion 认知失调 等等等等的 会让我们亏钱的这种心理 所以就建立了这个cybertrade 但是我这边我就不去做demonstration了 过后我会再拍影片或者是拍一些教学影片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OK你可以看到这些教学的这个影片了 so cybertrade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解放双手 能够初步的认识 自动化交易 OK那么自动化交易过后呢 就带大家进入到我的世界 因为我发现到可能我太久没拍影片 或者是 突然间 风格转变到太快 大家跟不上 因为我发现到 量化的这个影片我以为 人家大家会很 很enjoy会很喜欢 OK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view 除了这个checkgbt可能因为撑到热度的关系 可能多一点人看 那基本上都是三千三千三千起跳 但是如果你看如果我们以前是拍这种日更影片的话 一万七一万七 当然view不是一切 我还是怎样都好 我都还是可能 会更坚持就是拍 矿吹进时期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 今天你 除了如果你是一个trader 你一定会想办法怎么去自动化你的交易 你没有必要再用手动去交易 因为 除非你要去赌博啦OK就是 你要玩那个刺激感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必要的话 你大可可以直接用自动化交易来去解决你进单的这个问题 而且再来 如果你的能量化交易 他是能够skill的话 你可以很直接的就是 到时候这个cibo 管控更多资资本 但是那些资本都坐落在他们 其他那些你们所谓的就是放钱进来的他们各自的钱包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 对于不管是想要学trade的人 他出学者 想要学trade 赚一点外快 或者是认真想要把trade 六层个career的人 这边都是travel一直想要打造的一个 整个一条通路 因为如果今天你看了一个频道 你学了 当然你是要 动手动手要行动的 但是行动之后 what's next ok 因为赚点外快 这样 你可能浪费那个精力还不如你去把那个精力去做你的生意 或者你自己 其他的东西身上 那么我就 因为我是从trading这边发家的 然后我从trading这边 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ok 不管是时间上 然后 地理位置也没有约束 我能够做想要做东西 而且这个是我真正热爱的事情 那么 也一直会不断的去精益求精 去求进步 所以才会今天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 从旧图啊 然后慢慢教大家怎么去滚仓 然后到现在变成一个量化 这个量化的话 虽然 很多一些还是有一些局限上的东西 因为hft的部分或者是做一些 跨锁这些东西暂时现在还没有但是慢慢慢慢会带给到大家 但是讲到有点远就是 大家不知道大家真的是会不会 喜欢就是量化交易这个板块 ok 所以 还是大家更喜欢看日更 ok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日更这个 系列的话 基本上 大家会越来越难看到 基本上不可能再看到我 在讲了 就算我讲的话 因为我讲的话 如果我没有自己下单 我讲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讲来干什么 或者是我讲 我觉得讲到很 很虚 就是为了讲的讲 为了拿流量的讲 呃 要给 fan 可能有一天你也会看到我再继续讲日更为了拿流量我不知道 ok 因为 这整套东西 bill下来就是要让 让社群不断赚大 ok 讲过了travelers要做亚洲最大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社群 那么 当然也要符合大众的口味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comment ok更多的这个 啊 feedback 你们的真正的想法 你们觉得量化交易这件事情是因为太难 还是很 onboard 很难去开始 还是你们觉得 呃 你们更想要自己 学做manual trade 等等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 一个想法 具体是现在是 大概是怎样 所以想要大家更多 跟在下面comment可以多多交流 而且应该说是量化交易 最反的 更容易让大家能够参与 如果你不会做策略的话 你直接可以跟别人的策略 而且你跟别人策略的时候 那些数据是很清晰的 oksharp ratio多少 然后盈亏比多少 然后已经跑了多久 然后平均的这个收益率大概是涨多少 大概是怎样的 这些数据都会更加的 明显 而且通常如果是做量化的话我们都会偏向去 进更多的次数 因为更多次数是代表整个模型上来 我讲更加稳定 你更能去看到这整个模型 就是你的整个feedback 你的整个绩效 他到底是否 是有很大的波动很大震荡呢 还是他就是真实的去 秀给你看他就是能够赚这样多钱 ok 所以这些都是数据上需要 更多他才能够支持到这件事情 ok 然后因为这个影片是没有太多的特别的准备 所以讲的可能有点零零三三 但是就是我 现在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想要讲的话 ok我可能明天 如果明天才拍的话 我可能就 不讲了 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有那个 想法要讲 那么我就讲出来 那么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 是一个过程 OK每一个trader进来的时候肯定是从 technical analysis开始 看 indicator开始 没有问题 只是我想要跟大家就是 讲说 我现在的一个看法 跟我现在着重的一个板块 ok在量化也好 做套利也好 都是这些板块 因为这些都是 对我来讲是 不对我来讲 他本身就是没有风险的东西 ok就是你没有风险的前提 底下你赚的钱是non-directional 市场不管上或下 他都稳定的赚钱 那么这个是我现在更偏向的一个交易方式 而且 我也会花更多行李在这边是因为 资金体量的关系我不能够就是 用directional方式 那么会很辛苦 因为risk limit等等等等的因素 他都不能够让我更 更 游刃有 更 更 更 agile的就是更 更flexible的去做 如果我想要做到的一个目的 以前可能资金体量 一个million ok 两个million就已经是max了 你要玩derivative 你基本上是很受限 除非你的杠杆率 很低 ok 你基本上你滚仓 你也滚不了多少 因为你的成本很高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瓶颈 所以当 没当你吹的做一个 你当做 当你做一个吹的 不管是我吹的也好 或者是 business man 也好 你当你遇到一个瓶颈 你不会想 这样我就 就我里面就到这 你不会的吗 你会想怎么去突破 那么 我算是可能 已经 帮你们走的那条路 就是你从indicator 然后做short term 然后开始做 中长线 ok开始做 let's say range trading grid trading 做分批 ok 开始做趋势的钱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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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过后你会 开始讲 你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要自动化你的交易 那么自动化你的交易 你就会去开始想 自动化 原来还有分一个零 另外一个领域 比较量化交易的 那么量化交易的话 原来可以套利 原来可以不用风险 不用看方向 都可以赚钱 所以我现在是慢慢 stap in 到这个阶段了 所以 ok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preference 所以我也 不能够 直接 high jump ok 所以你看到频道 还有其他人 就讲 讲 讲一些其他方式 在币权赚钱的方法 那么 可能会更贴近 刚刚进来币权的人 因为今天如果你叫一个 新的 人叫他register一个 交易户口 他都可能 要 一分钟 ok 对可能对我们普通来讲 三十秒事情 可是对一个新人来讲 可能他要用五分钟 他才能够开到一个 陷阱的 也一样的 今天 我们做量化交易 最基本的 就是要设置 API 可能有些人对API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 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 就是一步一步 而且在 Discord里面 你看 Discord里面 有什么问题 你们直接可以问 一定会有对应的人 可以去给到你答案 因为我们有班长的 这个机制在里面 所以 大家也不用担心 可以慢慢来 但是如果 你是跟着我很久了的人 我真的是很鼓励大家 就是 可以开始 看 款 或者是看 自动化交易 因为 接下来的牛市也好 这个会是一个很 Hot的赛道质疑 我不讲他是唯一啊 他是质疑 因为 一定是越来越多人 想要进来这个圈子 进来这个币圈赚钱 但是他们没有 那只是他们不会 他们也没有那个时间 跟耐心去学 哦 怎样看 你跟 打底背里 顶背里没有 他要就是来这 这个Bot赚钱 我copy 或者是我直接给你钱 OK 放给你 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这段 熊市的 时间内 你能够掌握这个 把你的策略自动化 这个技能的话 到时候你的 Aum Scale 就是无限的 而且 我们讲在商研商啊 为什么 啊 很值得做这件事情 是如果你的策略真的好 到人家 愿意放钱在你这边 你不要忘记 你这个就算算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 转嫁风险 那么这个转嫁风险 是他需要付出的代价 因为他不要学吗 他懒多学 他要用最短的时间 能够赚到一个合理的钱 那么他看到你的策略 当然我们的平台上面 我会做 我们也会有一个机制去做这个审核 到底 可以不会过关 只有过关的这个策略才可以上去 那么每一个策略都相对好的前提下 大家更有 更方形 应用 然后会有人 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 Cyber trade 来去这边去做自动化交易 或者是 Pledge 他的这个资金 虽然资金在他自己的那个户口 把他把 API给你 你可以控制 他的户口 那边赚到的钱 你这些 或者是甚至 你可以 转 Face itself 就分开来算的 都可以 这些都是 你送了一个吹的你怎样去monetize 变成你的 Corea 所以我想要提供就是一个这样的平台 给大家就是认识Travel之后真正能够靠 吹丁 变成一个 Corea 这是我真心想要做到的 这些就是一直以来你在 我的这个 愿景 在discord里面的愿景 Mission都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去让 吹的吹丁 只是不只是一个 活动 而是一个职业 而且是 很大无限前途的一个职业 OK 所以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feel到我讲的经验的话 如果你feel到的话你可以在下面写 I feel it I feel it OK 如果你feel到的话你就是要跟我一起来去 Involve 在这个赛道之上 在这个熊市之间去筹备好自己的知识 做好你的board 不用多了 三到五个 OK 每一个 如果有放一万块美金都好 你就五万美金的AUM OK五万美金的AUM赚10%一个月就好 就是五千块美金 就这么简单 五千块美金 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已经是 两 差不多两万块马币了 OK 两万四千块马 两万二美马币左右 是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月星了的 OK而且这个五万的AUM也没有说很大 他可以skill的更高 所以我真心觉得 大家可以看一看吧 OK就是今天这个 啊 talking session 就是希望能够传达到这个信息给大家 那么往后 我会做更多不同样的尝试来去可能跟日更的这个元素去做一些 结合 但是大家可以要有一个 准备就是说我 不会再讲回淡淡 Tenical analysis 这样简单 然后讲买上买下这种东西 OK Killen或者是明轩 他们现在是 这一个的 Tenical analysis 这个龙头 你可以看明轩看Killen他们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已经是很 已经很 很好 很 很 就是以前我在讲这个东西 OK但是他们讲了更 因为他们现在他们就是用着这个 实际在用这个东西在赚之前 OK 我看后台是看得到的 因为我有就是翻面他们一点钱 所以 他们赚到的钱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 他们现在把经历放在那边如果你们想要学mscd那 那一个 派系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影片 也非常的推荐 那么你想要看量化的话自动化的话你可以看我 或者看daniel okdaniel的话是偏向就是策略 或者是放indicator等等等等 这样子 所以 大概是这样子啊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把你的想法comment在下面我们做 更多的一些交流 给我知道你们想要看怎样的一个内容 好吧 然后 先这样子吧 我们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